紅衣老闆清點貨物一派輕鬆 在新北市重新橋下 搭著便宜iPhone7的名號 販售新手機 內行人知道 這名張姓男子賣的是 超擬真 仿冒品 警方上門逮人清點庫存 52支高檔旗艦機種 有蘋果 ソニ HTC 三星 全都是仿冒品 但令辦案人員驚訝的是 這些手機從外觀根本難以分辨 模擬開機的畫面 系統圖面也極為類似 甚至具備指紋辨識的系統 從外觀大小包裝到內建iOS系統 全都以假亂真 不過系統重置之後再打開 iPhone竟然出現安卓小綠人 而假冒的安卓系統 得要查看內建記憶體容量 內部標籤以及拍照效果 才能分辨真假 之前是有民眾 就是利用跟他購買手機的機會 利用這種高仿手機 再拿到當鋪或者是手機行變賣 來獲取高價的價差 警方逮貨 張姓及陳姓嫌犯 他們從深圳進口手機回來 改序號重新包裝之後 再重新橋下販售 最低價格只有試駕的七分之一 所幸即時扣下這一批貨 沒有讓驗品繼續流入市面 記者陳偉軒 陳志根 新北市報導